我們來的工匯團體 今天我們來跟行政院門口去向記者會 這個工匯團體來支出 我們來的基本工匯只有價了六百塊 按過這個路工的工匯時間是越來越長 今年要發生我們怕過路市的秘境 所以他要發起說要在五月撤印 發起這個路工歡迎北施的大遊行 做轉工匯 全面挑釁 全面挑釁 原地在大北店做工匯的單身是 為長期超市加班 我們改定發動工匯跟煮煲燈泊 路外線沒有見到台頭 現在又再跟煮煲打冠西 我們的法定工匯是168個小時 但是之前公司都要我們工作 每天的工匯都超過10個小時 而且他從來也不及誤加班會給我們 在五月的動作進節 幾路工匯團體造成團結工人 在現場他們的家庭 故意去家會 團結工人之處 政府發言去花生 基本工匯幾年來刷加600塊 面對這不及這麼多年去 也還會越來越長的工匯 今年高貴製薇要發起 喚北施大遊行 要求政府付出資金 物價是往上漲 可是工人工作時間是越來越長 他是用低工資高工時去換取他的生活 所以這部分是我們看到 當經濟往上成長的時候 工資便沒有往上走 那我們要求是當經濟成長的時候 是不是勞工也應該分享這樣的成果 團結工人表示 派限不可能是人家的大量男人 作成就業沒問題 更求求努工的薪水 為了賺到錢 努工支援登工時 甚至今年以來 花生幾路行過努力的比喻 希望政府並對越來越惡化 努動環境 變成要在準備 勞煩努工標用的政策 由馬總統和憲政議長 共同期等民體出現現 即將要主導韓臨台八卜